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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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灿烂的烟花漫的你 消失在空的海里 那层温暖的海 为世界消失而叹息 旋转的挣扎着的你 终于看到 幸福的过温 夜色中依然闪烁 照着我牵舞双手 从遇见之处 到云莫相濡 转眼消失不见 一切一如烟烟 从今后 也只为了梦想的未来 洗尽千花的你 看起来更加美丽 灿烂的烟花漫里 消失在空的海里 那层温暖的海 为时间消失而叹息 旋转的挣扎着的你 终于看到自由的我 夜色中依然闪烁 摇着我牵舞双手 王经理 你知道林总去哪儿了吗 他不是发有一件事 出国休假了吗 他是这样的 会有一段时间 他需要一个人独处 去想一些重要的事 等他想明白了 他就回来了 安安 你也不要生我的气 所以我不是无缘无故消失的 能量涌光了 我真的不想了 请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冲上电 很快就会回来的 工作我也安排好了 你不用再问我担心 这段时间 我不会再联系你了 也不会跟你打电话 我怕听到你的声音 害怕看见你的表情 我怕我会知道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 我也不确定 是不是我想知道的 我在社交平台申请了一个账号 如果你想我的时候 可以去那里看看我 我会一直 一直 很想你 去吧 我怕我还是想你 你觉得我一样 我怕你 你做什么事 我怕你 就算你不想你 我 我怕你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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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轻轻的就不许好 可别脏到我的地方 滚 呸 我回来了 累了吧 来 赶紧吃饭吧 轻衣 快进来吧 吃饭 喂 文浩 药生了 太好了 我现在马上过去 你先别着急啊 你缺什么 我顺路给你带过去 什么药生了 都是文浩 为了打击个小怪的 月晚期轻微出现 准妈妈还是留眼观察为好 那我岂不是没玩出去 参加你们的活动了 你就安心住下吧 你这样还参加什么活动 就是 就好好待着吧 等孩子出生呢 还能赶上这期球赛 一天天静想就没用了 还向你玩了 你算我像谁啊 我们现在商量的结果 是在活动当中 增加一个直播环节 你可以吗 可以 在直播环节里 我会让你跟大家 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也会邀请现场的观众 一起参与一下 这很有趣 而且 我听取了你的意见 我决定 邀请观众给我们发 两分钟左右的视频 主题呢 就是跟我们的节目有关 人生中仅有的一次 然后选出最好的 剪辑成一部特别的电影 用它来鼓励人们 你觉得怎么样 这太棒了 很有意义 需要我做什么吗 当然有 保持好现在的状态 这里有一大棵柠檬树 挂满了黄色的柠檬 我在柠檬的香气和微风里 给你写这封明信片 闭上眼睛 希望给你带来 我这里的风和日历 去学了几道小菜 你应该会喜欢 我走过曾经租住过的街道 捡到了这些叶子 离开这座城市前 寄给你 如果你收到的话 给一个笑容吧 去朋友新开的皮具作风 修了一把手工 好像缝得歪歪歇歇 不要嫌弃 去朋友新开的 离开的时候 买了当地最有名的巧克力 给你尝尝 你拆一颗 会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吧 请你给我一点时间 请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冲上电 很快就会回来的 安安姐 楼下有人找您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 对 谢谢 谢谢 我 谢谢 谢谢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久不见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下飞机 下飞机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也不知道要去找谁 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没有太突然吧 没有 谢谢 你住的地方搞定了吗 公司都已经安排好了 还不错 你现在忙吗 我这肚子好饿 能先陪我去吃点东西吗 现在可以 我帮你拿 你在那边怎么样 一开始确实有点不适应 毕竟语言不通 互作方式也不太一样 不过很快就好了 我现在已经是经历了 你太厉害了 哪儿你厉害呀 你现在挺有名的 我在国外都经常看你节目的 那还得感谢梁云 她现在可是有名的美女制片人了 后面还要做一个大的节目 她一直都挺能干的 不过说来挺奇怪的啊 你俩能一起合作 还能合作得这么好 这不还是因为你 那说明我还是有优点的嘛 嗯 你挺厉害的 教孩子写作业非常厉害 你的优点还有 还有这个 嗯 会挣钱 哎 今天晚上有空 你到家里来捧心心睡觉吧 真的可以吗 嗯 孩子挺想你的 我也很想她 那我又可以给她讲故事啊 看什么呢 这么高兴 您要 您要 她总是发一些搞怪的自拍 现在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快点吃吧 一会儿来不及接心仪了 嗯 哎呦喂 预产期还早呢 我快无聊死了 我不是陪着您的吗 别随便说死不死的 不吉利啊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心仪啊 想要任飞姑姑 给你生一个小妹妹啊 还有小弟弟啊 我两个都想要 女儿 必须是女儿 我就想要心仪这样的女儿 大姐 细数霸王项羽一定 立即凋遣大军 和韩军大战一场 韩军大败 项羽都冒失反增见义 乘胜追击 想要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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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每次看到有这样年迈的夫妇手拉着手 我就暗自心想 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吵过几次架 有过几个孩子 有没有做过让对方伤心的事情 他们走到今天 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也想有一个牵着手 一直走下去的人 如果你走到了我在的这条路上 我永远不会让你独自前行 我永远不会让你独自前行 我前两天刚好遇到一个小女孩 年纪就跟欣怡差不多 看到她我就相信你们了 你最近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回来 想我了吗 你就直接说想我呀 我每天都很想你 想你的脸 想你的声音 有时候 我不想这么想你 但我又没有办法控制 我就是很想你呀 自从你走了以后 曾经的一切 变得那么清晰 你第一次来店里 跟我买车的时候 你大发雷霆 我不得不道歉的时候 我大半夜走在马路上 绝望地不知道该怎么样 才能回去的时候 你给我名片和车钥匙 让我勇敢面对的时候 记住 自己去 自己回 一直到那个时候 我都以为 你只是一个 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一个坏脾气的过路人 一个要求严格 不苟言笑的老板 所以 是什么时候变了呢 是在天桥上 你教我如何 化解烦恼的时候 生活再艰难 给我们出再多难题 我们都要继续 与其难过担忧 何不笑着面对 还是我面试成功 你看着我笑的时候 或者是美丽的烟火下 你告诉我 你的心意的时候 我希望明天的此时此刻 我们还能在一起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却像空气一样 无处不在 所以你在哪儿呢 关于你问我的问题 我也已经有了答案 如果你想要听的话 就快回来吧 你不在哪儿呢 你不在哪儿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安姐 我现在才知道 谁才是真正关心我的人 而我 却一次次地找借口 来掩饰内心的贪婪 和虚弱 理所当然地伤害了身边所有的人 也伤害了你 安安姐 我要离开了 还有 对不起 对不起 严谨 中仅有的一次 这一生我们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好 让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 我们节目的现场编导 看看他有怎样的人生经历 哈喽 哈喽 梁元姐 我呢 就是带着父母去了日本旅游 花光了自己所有的存款 全花光了 然后呢 还剩一点点 那你现在开始要努力的挣钱了 不过这真的很酷 好好的工作就是为了可以尽情的玩耍 谢谢他的分享 谢谢梁元姐 现在呢 我要采访一下我们的化妆师 人生中仅有的一次是什么呢 就是上学的时候 我暗恋过一个男同学 那个时候他特别喜欢踢足球 所以我就每天陪他踢足球 像我这么娇小的女生 其实心里一点都不喜欢 不喜欢是人还是足球 当然是足球了 那你还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希望那个男生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就来找我 我现在还是单身哦 哇 小伙子你听到了吗 陪你踢足球的那个姑娘还是单身哦 谢谢你 艾姐 谢谢你的分享 希望看到节目的朋友们 把你们人生中仅有的一次的故事 分享给我们 人生中仅有的一次 无论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 都将成为我们人生中闪闪发光的回忆 好了 希望大家积极分享给我们 选中的朋友呢 我们节目组还给你准备了精美的礼物哦 活动那天打算邀请谁来 我真的确认您的 我也没有什么人要带 那天人太多太杂 我不想让心仪过来 我觉得小孩子过来不方便 人飞快生了 我估计他们两口子也来不了吧 你再就是 林药还没有回来 嗯 他这个人也真是的 这么大人了 难道连工作都不要了吗 其实 他已经走了九十九步了 只怪我之前在原地徘徊太久 当我跨出这一步时 已经不知道他在哪个方向了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 他对我很好 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但是我不愿意给他承诺 就一直让他等 等到 我事业再好一点 也许我就愿意给他承诺 但后来这个人走了 我甚至连挽回都没了 当时的我觉得 只要我越来越好 像他那样的人 我会遇到无数 但一直到今天 那个人都没有再出现过 如果你真的觉得遇到了对的人 不管天涯海角 都要找到他 这么晚的还有工作啊 看点资料 明天 我就先搬回公司 给我陪的那个公寓了 然后过几天我就先回去了 但是我下个月还会回来的 我是想跟你商量 我下次回来了 能接欣仪过去住一段吗 可以啊 我跟欣仪说 我跟欣仪说 这两个是放到这边的 放这儿吧 这 行 放这儿了 等会儿啊 这边再摆一个桌子 好的 安安姐 还有二十分钟 准备好了吗 哦 差不多了 谢谢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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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还好吗 还好 就是毕竟是现场的事 我还有一点紧张 别紧张 你肯定没问题 等一下呢 我们会先播放入围的视频 然后主持人邀请你上台 你再分享自己的故事 加油 为谈 我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 是那场意外的 还有我在最佳运动员的时候 在我毕业的时候 你却很难 但我心中有艰艰的信念 坚持着下来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人生仅有一次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能够见到 现在最受欢迎的女主播 下面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有请沈安小姐 大家好 我是沈安 请坐 今天来到这里的 都是你的粉丝 安安 你有什么 宝贵的人生仅有一次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我人生中仅有的一次 就是在我生活最糟糕 最无助的时候 我却拥有了 许多许多人的帮助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家沈大厨 在忙什么呀 安安 我一定尽我所能 保护你 不管我多大 我都是你的女儿啊 我就是喜欢跟您腻歪 我认为你有能力 在职场有所作为 难道你要埋没自己的才能 你拍的视频特别地自然 这种亲和力 在主播中很少见呢 不用有压力 我们一起努力 我相信 今后不管你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你都能快回去 是这些人 让我从最黑暗的地狱 再次回到地面上 再次可以畅快地呼吸 让我从 挫败 痛苦 迷茫 变成现在自信的自己 我的确一直是幸运的 在艰难的时刻 拥有着最美丽的东西 一切曾经的黑暗终会过去 珍惜身边的人 并感恩一切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 能给在困境中的人 更多的信心和勇气 谢谢 谢谢 谢谢安非常宝贵的分享 那下面呢 我们有请我们节目的 另外一位主播 梁元小姐 掌声有请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梁元 梁元小姐 作为本节目的制片人 你有没有很感动的人生 只有一次呢 当然有了 但是刚才我已经在后台 分享给了我最好的朋友安安 所以呢 我决定 在这里就不分享给你们了 女人嘛 总是应该有点神秘感 所以我刚才听到的是 沈安安特困吧 好 那我也保留你的神秘感 不过今天 我邀请了一位神秘的嘉宾 我相信他跟我一样 想把人生中仅有的一次 分享给安安 以及在座的每一位 有请 你真的还不比安安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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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安安有一档新的大型节目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刚才提过了 恭喜啊 要不要到现场来 过了 我马上要回去了 我们这档节目的名字 叫人生中仅有的一次 我已经因为人生中仅有的一次 我已经因为人生中仅有的一次 而失去了一切 我这种人 没有资格 我当时被云海赶出来 我当时被云海赶出来 面试了八家公司 每一家都跟我说 我背着拿回扣的污名 要想在这个城市这个行业 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让我再回到高管的为止 其中仅有三家 给了我初级岗位 给了我初级岗位 让我从头开始 剩下来的五家 直接就告诉我 像我这样的人 连初级岗位都不可能拥有 但是我没有放弃 我面试了第九家 第十家 第N家 一直到我遇到了新女 后来事情你也知道 我有了自己的部门 又有了自己的新节目 所以我可以坐在这里告诉你 人生中仅有的一次 不管是再次追求安安 或是要跟过去告别 你都该给自己一个机会 正式地做个选择 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 我人生中仅有的一次 还是比较惨淡的 因为我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失去了我拥有的一切 我失去了我拥有的一切 而且我知道 有些错误既然犯了 就无法再复原了 所以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帮助我的一位朋友 去实现他 一生仅有的一字 我的生活 曾是一成不变 我的感情有很糟糕的体验 所以我不相信感情 我努力工作 我努力工作 直到有一天 我遇到了一个女人 她和别人相比 没有什么特别的 反而还有很多缺点 但是她很单纯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种单纯只是 没有经历过社会的黑暗 如果一出事 她能就消失了 但是后来 我亲眼看见她被黑暗击倒 但是她用自己的方式 在逆境中站了起来 绝不服输 这个女人是我甚至在爱上了她 自从爱上她以后 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有时候我也很困扰这种改变 是不是我想要的 但我人生中仅有的一次 我还是很幸运的我遇见她 你已久 你已久 我在每次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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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 我始终会面对微笑点点头 只是绝对在一旦 下面到了我们从入围者中 选出过响视频的时间了 安安 去哪里啊 我要去机场找灵药 现在就去了 她已经走了九十九步了 我现在要走我的这一步 我走了 拜拜 这一步跨得可真够大 只想够不够 我先收拾一下 悲悲悲悲悲悲悲的 我来站住 进行 если跟着过来 在太眺望向天空 Zither Harp 花的颜色 是风里面唱的歌 是熟悉你的炙热 是扑获的恶 你留下的 还在虚妄的勾勒 它将我反复拉扯 它是什么 悬崖边 有一棵野草 梦想的长大 冬天 你也会害怕吧 抬起头 大雪在身上 燃烧着融化 终于退下 坚弱的面纱 我是醉火光中伤开的花 我是刺破黑夜的夜刹那 我在翅膀上的光 不想脆弱的卫妆 越美的梦越是漫长 是谁用漂亮的手所换绑 是谁以爱之命对我说话 当碎虚妆的家乡 当碎虚妆的家乡 浩瀚苍穹下挥幻 满天星光天我流伤 这种难火光 追逐那火光 我就是火光 我就是火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